HELLO 大家好,繼續玩《將星之演武》 剛剛升到50級角色 開了這個《將雲》 主城會多了一個《將雲角》 可以進入 可以首先看了《將雲圖鑑》 有幾隻《將雲》和《組合》 送了這個《曹旋子》 還有一些紅色的《雲象》 可以放到武將身上 可以套在這裏 放在趙雲身上 就是這隻 他本身送的那隻就是《王超軍》 一樣 他跟武將一樣都是要找一些碎片 然後合了他就升星的 會增強那個實力 再看看OE技能 還有陣位加成 對這些陣位 放在這六格 哪兩格就會有些特別的加成 升級是需要這個《將雲培養單》 星星是需要碎片和《雲象星星單》 還有神煙 用一些神煙石來提升 提升那個陣位 即是那兩個位 加的體力會再多一點 例如這隻《王超軍》 天賦 看回你那個星級 即是level 例如這隻 我12級 開到第一格了 5級就開到 那下一級 就去到這個15級就可以加 多一點 然後這個就是《將雲的背包》 你可以看回你獲取了的《將雲的評分》 即是那個《戰力》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將雲的秘境》 通關就可以拿到這些《將雲培養單》 《星星單》 《神煉石》 可以打這些 武將 立即派出去和他打 打贏了就有些獎勵了 如果你是實力足夠的 基本上可以跳過 那就不用看了 剛剛有個紫色的燈籠 那個是什麼來呢 就是給你這個 這個《零燈》來的 去這個《將雲雙碟》去買東西 也可以用《元寶》去買的 王超軍用15個 靈登就可以買到15個碎片 250個靈登就買到這個《武將培養單》 即是用來升等級的 神煉石就是升陣形的那個 其實不一定要一次過打完整個圖 你可以用一條線拉過去 這樣打過去 去開頭就是E3行 你可以打中間 再打直通的 也可以走線地打過去 這個是BOSS級 特別少少一個圖 我直接挑去機 又是夠打 其實可以跳過的 如果你想加快去看 按加速 基本上是很容易 過完第一個版圖 第一關的寶藏 可以獲得 可以不打都可以 就去下一關打 因為實力都不會跟我太差太遠 基本上我都可以跳過 每天都可以打12次 他會重置 也可以現在按這個免費重置 你可以立即回到第一個關卡 去打 你要留意你的左下角 現在你在打第二關 以及這個挑戰次數 如果挑戰次數完了 就不能再打 你可以按免費重置 可以重新再打 可以重新再打 雲匠 用來提升你的武將 以及陣型的排位 而提升戰鬥力 輕鬆 好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這個是 雲匠的介紹 可以提升你的戰力 大家都 每天記得去打 這個 雲匠秘境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